接下来 让我们为这些优秀的孩子 鼓鼓掌 介绍 你怎么了 别的同学都好厉害 可我什么都不会 胡说 你看 你有最灵巧的工具 还有最完美的照相机 这是最厉害的电脑 你是世界上最神奇的生命 你要相信 只要你努力 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到的 你将会有健康的身体 膝盖伸直并且病龙 你要相信 每一份努力 都会有它的结果 放持住 你要相信 坚持的力量 会在未来分毫呈现 是个好聊的 你要相信 自己会发光 你的光芒可以驱赶所有的黑暗 然后有一天 你会遇见你的宿命 天空 我爱你 好好看 你将一把抓住它的咽喉 你会走到那一天 那将是个大场面 光芒经 光芒经 啊 谁知道的到三匹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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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 只要肯努力 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到的 又是一碗无味的鸡汤吗 只要相信就可以吗 这是她的故事 也许也是你的 小萌同学是 北学期的优秀儿童 没有得奖的同学们 她从没考过第一名 也许你也一样 她没有显赫的出身 也许你也一样 她的追逐总被嘲笑 也许你也一样 她曾经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 也许你也一样 她赌下一个改变命运的可能 也许你也一样 也许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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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儿子 他来说 这是你也许你也许你也许你来 来 我们来看光与掉的表现 哎呀 可惜了 哎 天赋这种东西啊 有的时候只是要努力一下 才知道有没有 做胖 这得吃多少 你练这个东西 以后怎么见着人呢 教教 要留多长时间吧 明明以后再说 东边掉队了 这年队里要准备进新队员了 今年队里要准备进新队员了 我还能练 老师 我知道我现在训练不够 我会加倍训练 加倍训练不够 我就加十倍训练 累到我练不动为止 累到我死掉为止 老师 老师 你不要放弃我 我从长度长得不好看 读书也读不好 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拼命的 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努力 老师 你要相信我 你本来说 我一定会拼命的 老师 你是一个月 我一定会继续 可以做 不断 你也不敢 我 你 现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